也会难吧 其实我住银行 我最有深有情会 因为说现在的话 这是一个很那个的问题 就是主要是因为房价太贵 因为这是一个 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 就是丈母梁 看的就是房 很多的话就是有房 就有就有婚姻 很多的话 所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 真的所以在上海这个地方 特别是房价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而且在上海的一个均价的话 就像我现在住的小区 均价都在10万左右 说说一套房的话 对于年轻人来说 真的是压力很大的 就算我年轻拿过30万 我不吃不喝 我想在上海买一套房 也要几十年 所以说 对 所以说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年轻人不想结婚 是真的是结不起婚 你想 你想丈母梁的要求 就是要有 一定要有婚房 是吧 我们作为外来者 家里哪里有 那么在想结婚的年纪 没有那个能力 直接买一套房 你可以在老家买 对 老家我有的 老家是有婚房的 我就跟我也有的 孩子的一个未来教育呀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说孩子的话 我们从小出生一直到两月 到他大学毕业 这都是一个花钱的 一个孩子的话 其实我虽然没结婚 我听同事 他们也在聊 他们一个孩子的话 养育成本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 他可能说一个月 他的一个月 一个孩子的话 最基本的一个开销 就在5000万以上 在上海一个孩子 最基本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开销 就在5000以上 这是一个最低的水准 在上海 如果说你想在高一点的生活 好一点的生物质量的话 一个孩子一个月 可以要给他1万的一个1万块钱 这样的一个水准 对大部分男生来说的话 其实结婚的话 还是很想要生孩子的 而且现在的女生 很多女生的话 她是不愿意生孩子的 这就很矛盾的一个社会关系 男生想生 女生又不愿意生 所以说导致了 其实很多优秀的男生 和优秀的女生不能匹配 特别在上海这种大城市 我们现在像说是中国的一个光棍市场 很多一亿多的一个光棍 大部分的话 七千万都在 大部分的光棍的话 他都是在农村的男光棍比较多 像上海这种大城市的话 女光棍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在男女不匹配的年代 越大的城市 它的一个女性的光棍就会越多 其实在上海市场上面 担心 就是四昏零零的一个市场上面 我们会发现 女性的一个比例是远远的大于男性 而且它的一个比例是不仅仅是一点点 可能说20%到30% 女性比男性多出20%吧 大概这样子 总结一下吧 第一一个是房价的问题 房价太高 第二的话就是生育成本太高 生育孩子养育成本太高 大家就想着自己年轻嘛 自己帅套子 因为老家哪里来没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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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